在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远近的艰难时刻 在联会的会所庄严聚会 发出我们止暴自乱缓毒保家的誓言 作为决心和爱国爱港的标杆 我们正无盘待 所以我们举办事实大会 坚决团队带领广大民族家庭 自暴自乱缓毒保家 强烦是我们公共的家园 我们有一定团队起来保护家园 坚决向暴力说服 向浅测发出习务说服 大家要继续发生产特首 产政府 产警察 带领将其先处开展爱国爱港行动 努力为一国两制平原资源的 香港长期繁荣稳围定 进行固件力量死暴自乱 恢复持续 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这是张晓明主任代表中央提出的 当前最激波和压倒性一切的任务 我们无见社团两位今天举行 死暴自乱缓毒保家的四十大会 就是要落实中央的要求 与所有的爱国爱港力量一起 发挥维护香港亡人稳定的中流砥柱作业 为了维护我们香港亡方之中更加光辉灿烂 因此我们必须要团阅起来 要间接地反对港部的势力 间接地要支持暴露的事件 我们要支持林郑月娥 厕首 还有特殊政府的抑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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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队严正的制法 我们要维护香港的法治 要保持我们香港的安宁 我们要为香港的社会 为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生活 能够维护正常 乡亲人在香港落落根营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支持警察 乡亲人们是一支爱国爱港的团体 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最近几个月来 由暴徒破坏香港的社会局势 使得香港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打执 大家一定要合致 但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外首 人不换我 我不换人 人要换我 我必自愿 香港的繁荣稳定 是广大市民的心愿 破坏香港法治 绝对是以广大市民为敌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香港经不起再折腾了 在这关键时刻 我们多有养能力站出来 大声向暴力说不 让港大的香港市民能够 增切地感受到 我们爱国爱国的力量 同心合力 才能够战胜今次 根据的挑战 让香港重新再出发 我们香港福建协团和广大福建仙间 有着爱和爱港的欧阳传统 是维护香港安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们的捍卫法治 真是和平 反对暴力 他们到处围攻 我们各个警察 围攻议员会 围攻我们政府 还有把我们中央办 把我们的国旗盯到海里面去 这些都是超过了我们的底线 我们福建乡亲间接不容易 我们要抱团一计 挺身而出 我们要支持香港政府的建议呃 支持这个香港警察 我们要一起团结 在一起 支持这个我们的福建设法 就是广年主席的后奏 作为香港典籍乡亲 领述最多的县级同乡卸团 香港近江卸团总会 全体同龄 一定认真 按照卸团联会的部署安排 团结领济 勇于担当 积极助理 称退所 称政府 称警队 社会安定和主席 建杰同任何一切 企图配外 一国两制 卫外香港华人文件的规划行为 过正道理 同时 我们无一所有的政治派 要继续 前方归队 姐妹团队 不要给华对派无机可行 本会强烈要求 香港特区政府 特首 以及警方 加强力量 自动出击 緝度 暴徒归案 成之以法 为香港保障前港市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保重整理家园 我不主张以暴自暴 但是呢 我们也我们的底线 如果他们 还是这样精神下去 对香港没有什么好处 然后呢 香港这么多年的经济基础 可能香港的法律 就遭到了浅塌 本人希望 先起本 时刻 保持冷静 缓解 守望先祝 但 能若换我 我必依化自卫 下 我们能够 保持冷静 保持 克制的态度 支持 特区政府 支持 香港警队 守护我们的一国两制 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 我们福建这个 铁金 在我们无换言 主席的领导下 在这个 这一次的指暴自乱呢 一定会一个事情 我们都会积极的配合 发给我们福建人的精神 谢谢大家 作为爱国爱港 社团组织 我们反对一切 暴力乱港行为 请乡亲们支持警察 支持特首 更重要的是要相信 政府 相信国家隐私 阻止暴乱 恢复社会正常之气 反对卖的违法暴力行动 不断升级 全港都受害 止暴自乱 回忽自信 是香港 当前最危紧拨的大事 希望社会各界 及时广义 搏乱反政 全力挺特首 撑政府 挺警队 惩暴图 守家园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良知 我们的正气 守卫我们的香港 我们绝对不会让香港沉溺下去 香港下面的总队 一定会在 武汉原主席的领导下 成为 固法制的 反暴力 和平铁金的重量力量 止暴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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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独保家 反独保家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警察 维护社会法制 维护社会法制 反对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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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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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暴力 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维护法制